哈喽 弟兄姊妹 感谢主 我今天跟大家 要分享两节圣经 一节是在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一节里面 这里说到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给他起名字的人 长辈或者是父母 借这个名字 给他寄许许多的 这样的期待和理想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这个名字 在亚兰文里头 其实就是旧约里面的 耶稣亚的希腊语的形式 其含义呢 就是他要拯救 也是拯救 是神的拯救 而耶稣其人正如他的名字 他的使命啊 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啊 就可以拯救人吗 在犹太人对名字的观念中 名字包含了一个人 所有的琐事 他的重点不单单的是名字 而是存在这个名字 后面的啊 那一个人 也就是说不仅仅 耶稣这个名字 有神要拯救的意思 耶稣这个人呢 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者 所以我们感谢主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 各种各样的名字啊 我们也知道 现在啊 在这个白人里头 英文世界里头 是没有人会叫耶稣的 但是呢 在那个西班牙语里头 在这个墨西哥人里头 很多人的名字啊 就会叫耶稣 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就是那个姚建明弟兄啊 他在开那个那个网约车啊 他接个评给我看 他说他第一天上线啊 接到第一个人 那个人的名字就叫耶稣 所以等那个人上车的时候 他把那个人从头到脚啊 他回个头 他打了老半天 他说你是耶稣吗 那个人他说是啊 啊 他说你是圣经的耶稣 那个人哈哈大笑 啊 是的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啊 许多人 他可以叫这个名字 但是 他的人生 并没有活出 拯救者的啊 这种实质来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救恩 因为啊 这个罪啊 进入到人的 这个生命的里头 罪破坏了神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啊 所以呢 罪呢 使人活在黑暗和匣子里 罪呢 带给了痛苦和死亡 现今的这个世代啊 尽管人们生活的质量提高 医疗的进步 卫生条件的改善 呃 延长了人的这个寿命 但是人呢 始终是没有办法 哎呀 胜过这个死亡 所以宇宙的主宰 创造人的时候 不是让人活在 啊 这个永远的 这个 这种 呃 永生的里头 啊 因为我们人的肉身 是没有办法 呃 能够永生的 有一个这个自然的 一个生命的一个衰减的一个过程 都要死亡 但是 人 和动物的死亡不同 就是 我们 活着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 这样一个灵魂的存在 所有其他的生命死亡了 就消失了 但是 我们 呃 只有人 才会思考这个永恒的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灵魂啊 就是我们 内在的这个自我 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呢 所以 感谢主啊 所以呢 我们 啊 身体 是承载我们这个灵魂的 但是我们身体 啊 我们所犯的罪 使得我们这个灵魂呢 是没有办法 得着这个永生的 得着 啊 进入神的永远的国度的 所以感谢主 啊 因为因此呢 神造我们以后啊 他就借着他的儿子 耶稣成为人的样子 来到世界 使他亲自担当我们人的罪 尝犯了罪的这个 这个啊 公价 解决了死亡的问题 从此呢 耶稣就成了人类的这个希望 因为圣经里头说 翻求告主名呢 救必得救 这里的得救呢 不仅仅是从罪恶中 啊 得到救赎 还包括在生活中 复求主耶稣的名字 能够得到帮助的意思 因为耶稣的名字 蕴含着大人和权柄 这名是超乎万名啊 至上的名啊 啊 所以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啊 因为这是在 菲利比书啊 第二章 第九节到十节里头说的 所以神呢 通过 祂的话语 告诉我们 主耶稣 有多少的能力 祂的名字 就有多少的价值 名字中说 蕴含的一切 都属于神 成为啊 百姓 啊 这是 都是属于我们啊 这些 跟从祂的人的 所以 在祷告中 神的儿女 有合法的权力 来使用耶稣的名字 来完成神的旨意 得着特别的眷顾 因为神应许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 十四章的 十四节里头说的 所以 在遇到什么艰难 特别是看不见的 属灵的 黑暗的 势力的面前 我们还可以从 耶稣的名字中间啊 啊 得到益处 因为耶稣之名 超过了一切的权柄 万有必在祂的面前 屈膝啊 甚至降伏 耶稣的名字 是伟大的名字 是蛮有 荣耀的名字 没有任何人的名字 能够向耶稣的名字 蕴含 丰富的旧恩 所以从旧约的时候 开始啊 神就预言这个名字 带来全新的 啊 这个改革 是吧 这是变革 这是以赛亚书的 第九章的 第六节里的预言啊 所以到了 新约的里头 这个名字翻开了人类 啊 历史的新的篇章 因为耶稣的名字 黑暗大大的 开始震动 最后的权势 被全然瓦解 直到十字架上 那位叫耶稣的神子 被高举起来 万便因他的名啊 得着了救赎 所以我们感谢主 因为耶稣的名啊 天上的 地下的啊 只是无不 听了这个名字 得要下跪 得要去契 所以耶稣的名字 今天被无数人高举 传扬 见证 为父 被捆绑的人 这是呼求耶稣的名字 就能够得到拯救和饶恕 被黑暗笼罩的人 呼求耶稣的名字 就得着光照和指引 被疾病残累的人 呼求耶稣的名字 就能够得到 医治和释放 被邪灵搅扰的人 呼求耶稣的名字 就能够 从这个黑暗的 从邪灵的捆绑的里头 得着自由 所以不要忘记啊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是救赎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这是在主的名字的里头 有天父所赋予的这个救赎的恩典 所以主耶稣他被称为是至身至高至荣的 所以感谢主耶稣他借着他这个名字 所要释放出来的这样一个恩典 所以刚才在这段圣经里头也是读到 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 这是救出来 所以我们这是感谢主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 你能够来信主 就是因为神他在创造万事之前 他就已经拣选了灵 所以他在恰当的时候 他也赐给你信心 让你能够来相信他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刚才讲到 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他什么都和我们人是一样的 但是呢他却和我们不同的就是 他没有这个罪恶 他是从童贞里玛利亚所生 所以呢 你像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呢 都是有一个肉身的这样一个父亲 所以所有肉身的这个圣经里头说 从肉身的就是肉身 从灵身的就是灵 所以所有的这个有肉身父亲的人 都带着这个亚当的这样一个罪性 但是唯有主耶稣呢 他是神的灵 让这个玛利亚怀孕而生下来的 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 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人 所以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呢 就能够靠着得救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圣经就是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成就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 让我们因着信他 我们的罪不仅得到赦免 而且我们靠着他的救赎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也可以不犯罪 可以少犯罪 所以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只是在主的名里头 所以我想到有首歌啊 那个时候很多 刚信主的时候 靠着耶稣神明 靠着耶稣神明 我们彼人得胜 靠着耶稣神明 靠着耶稣神明 我们彼人得胜 哈嘞嘞 跟耶稣神明 靠着耶稣神明 我们就能够得胜啊 好 好